两例是跟街机有关的家庭群聚之外 其他32例都是目前初步一跳看起来都是属于散发 BA.5一口气暴增34例让国内占比冲到18% 追源头一定从海外来 因境外确诊BA.5就占了85% 但总不可能为防堵严格限制入境 风险还可控 所以我们从即日起调升每周入境总量人数 改从4万调升到5万 考量机场旅馆量能再放宽 回到国内眼看高中以下开学在即 9月12号起有新政策 我们就会以确诊者个案以来做一个核心 就不再进行所谓全班同时停课 确诊者筛扬七天居家照护 没症状可返校 同班师生该以快筛因取代全班停课 每周将配80万剂快筛给各级学校 只以住宿生居隔自主防疫期间不可入校 但幼儿还是高风险群 疫苗覆盖率也设下开学目标 大概是接近20% 那我们自然感染大概30几% 所以应该是有50几% 那BNT的部分在27号预计会开打 所以在开学前 我们是希望说 或者是开学刚开学这边 我们可以冲到这个60%以上 小朋友就要快打疫苗 22号除了新增三例密西 死亡个案再多一例 一岁女童 在家昏迷松一后过世 死因为新冠肺炎 并呼吸衰竭 本土16669 看似又跌到2万例以下 但与上周同日人略高 王碧胜提出警续 第21周这边开始 连续11周的下降 那到了这一周开始上升 14万8增加到15万2增加了2.9% 鼓励疫苗快打 毕竟防疫做再好也可能染疫 但不警惕 完全放任 那是赌命 TVB的新闻 陆红唱无宣 从福定华 SN小组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